鸡蛋怎么这么白呢? 对,这个就是外面的 为什么会这么白啊? 外面的那个,专门生鸡蛋的鸡生出来的都是这个 不是土鸡 对,不是土鸡 哦,很白很白很白 你就老板的儿子 你好 这里你在经营手术 跟你妈妈 对,我们就是家人 一家人经营 你是泰雅族的哦 对,泰雅族 但是你跟客家 你妈妈是客家泰雅族混血 然后她也是混血 她是客家跟闽南 哦,那你也有闽南客家跟泰雅族的血缘 对,现在的血缘 难怪那么帅 没有,在我身上有族群融合 族群融合 对对对 好吧,你这个民宿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福云山林 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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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云山顶 山木的山 哦,福云山顶 山林 福云山林 福云山林 山木的山 对 嗯,其实大概 你们有露营区 对,露营区 有露营区 那边露营区 对,那我们主要是 因为以前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全部都是种山木的 哦,那全部把它砍掉 有,是叫砍掉 它是在 应该讲开发 以前在种山木 本来就是经济价值的东西 然后我们做完之后 但是我们还是保留其他的 有一些吗 对 对 旁边那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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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露营区也是 哦,下面露营区也有 那个也是山木林 哦,上面这里也有 上面这里也有 哦 原来是山木 周边都是山木 连这块地都是山木 原本 对 原本也是 有点 那个邪度 然后就是让它 它整平了 最主要 最主要是之前 是附近要 让部落发展的时候 才会去整这块 你能够帮我们介绍一下白兰部落这里的情况吗 白兰 你们大概是人口有多少 然后 呃 大概有多少人啊 什么其他的 白兰 大概应该讲 有人居住开始到这大概400年 有400年了 400年了 然后这边大概95%都是泰雅族的族人 嗯 然后还有些其他什么 其他什么族的 其他有 就有阿美族来这边 蛤?有阿美族来这边 有阿美族来这边 然后 也有 就是汉人 汉人就客家人 呃 明南客家都有 这里开始做 旅游 呃 呃 在日据时代之前是一个非常大的部落 嗯 那一直到后面日本人 呃 呃 呃 知道了在清泉那边有温泉之后 对 才把这些人都带下去 所以清泉大概 你有去清泉那个 有有 我已经在那边玩了两三天 对 那清泉其实大概有一半以上 都是这个部落下去的 哦 对 所以以前清泉是没有住人 哦 因为清泉 我们的老人家说河道的两方其实是不 是自时代开始才有 对 是因为我们会到那边狩猎 哦 因为动物喜欢在那边喝温的水 哦 那就因为这样日本人才会知道说 啊那边可能有温泉 哦 去了之后 那发现真的有温泉 就把人带下去 嗯 那后来慢慢大概三十年前 嗯 大概 呃 我那时候还是走路上来 嗯 对 那后来路通了之后 嗯 爸爸那时候也是在 部落发展 嗯 嗯 然后我们大概慢慢的人都一直回到这边定居 嗯 又回来这里定居 嗯 那 开始去争取店啊 路通啊 哦 这样 那是什么时候才开始 回来定居 应该讲 我这边的话应该是国小 你国小的时候 大概 离现在应该三十五年差不多了 嗯 对三十五年差不多了 嗯 嗯 那 三十五年前呢 就一九 八几年 一九九 一九九零的八几年 一九八几年 一九八五左右 一九八九八五左右 对 那不然的话以前的话 只有那个路只有 那个 来载山木啊 啊 砍伐的 那路以前路有这么大吗 我看是现在路很大 现在路很大 现在路很大 是 那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是一定要三人工作 就是走路嘛 嗯 然后来就是这样慢慢的发展 发展到后面就 嗯 目前现在回到这边大概有四十余户 嗯 然后大概户籍在这边有一百 一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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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来人 然后 现在目前在这边的话 大概 两个 一个是做 观光的话 观光产业就是民宿跟露营区 对 这边民宿露营区很多 对 大概有二十几家 嗯 那其他一半呢 还是继续做务农 嗯 所以这边务农大概 都是以高经济 价值的 对 你们有那个农庄啊 农场啊 那做什么呢 主要是种什么 这里有 大宗的水果就是田氏啊 日本也是 对 少部分的水果 是日本人那时候带来的种子 不是不是 你们后来自己 都是后来去跟日本那边拿的 哦 哦 那最早期还有我们种奇异果 台湾这里算是我们第一个示范区 啊 这样啊 对对对 奇异馆的第一个示范区 对对在这个部落 哦 对但是那时候比较缺乏啊 嗯 呃 人家的一个 嗯 呃 指导啦 然后也 我们也比较不了解 技术方面 对对对对 所以在后面就大家很多就已经 嗯 那时候就没有种 嗯 后来又改种水蜜桃 那现在是田氏 水蜜桃还有吗 水蜜桃只有一家了 大概只有一家 在做 哦 那因为水蜜桃算是 现在浓化的关系 嗯 那海拔越高越好 啊这样的啊 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这海拔是多高 不够了吗 不够中央 我看好像都有七八百八八九百那个 对啊 其实海拔最好越高 大概一千五是最好的 哦 对对对对 一千五 而且现在是浓化嘛 嗯 现在冬天都不像冬天 那不够 不够高的话 是阳光还是什么的问题 不是 它比如病虫害啦 啊 然后还有一些 你的管理上面 嗯 管的话你就要更用药 要用更多 嗯 这个都是 以后普遍都是这样 就说会有污染 对吧 对 不过高 但种出来的大小啊 会不会有差点 那就是靠肥料 哦 跟高度没关系 跟高度没关系 高度主要是为了要种出这个 没有这个 冬药 没有冬药的 它也比较适合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嘛 嗯 嗯 嗯 它比较需要就是 嗯 日夜温差大 哦 要温差大 晚上要冷 白天要暖 对对对对对 然后 对对对对 就是比较属于高高冷的一个水果 哦明白明白 想问一下你这里 你的民宿啊 嗯 嗯 嗯 你们开了多少年了 我们已经开17年了 哇 17年了 总共有几个房间 我们现在有9个房间 9个房间 那么收费呢 平日跟那个假期收费是怎么样的收费 我们假日是 我们都是私人房为主 对 以家 家庭这样子 家庭是私人房 没有双人房 我们没有双人房 都是私人 都是私人 就是住两人我们会比较便宜一点 嗯 那如果当独一个人 当独一个人 可能要以两人房这样去做计算 两人房 那多少钱呢 我们的话 假日假日就是 私人房是3200 然后 如果住两人我们是比较便宜 就是2800这样 那平常的话就是2700跟2300 嗯 嗯 大概就是我们这样的价钱是这样 好 生意怎么样了现在 嗯 其实 天气一致 是不是这里的话 最主要旺季是什么时候 其实 每个季节都不一样啦 嗯 那你说最主要的旺季 大家 夏天也是比较喜欢来避暑嘛 对 那秋天的话是 风景比较多 秋天冬天又可以洗温泉啦 什么啦 对 但是你在山上的话 大概以台湾来讲 秋天 太冬了吧 都这边冬天会不会 冬天是蛮冷的 嗯 如果你们不习惯有时候会再零度一下 有没有下雪 有看到下雪吗 有没有下过雪 有啊 这边还是 是多少年多久会下一次雪 我们每年都有机会 啊哈 像今年大概就有-2度 只是要看水气够不够 哦 其实是看水气 啊对 嗯然后 对啊 嗯嗯 你说秋天的话它就是你 山会变色嘛 嗯 变色会很漂亮 嗯 哦那个比如说的树叶 对 风树变红 这里风树多吗 多 哦 沿路可以看到 他们可以来看风树 对 秋天的时候 那个几百棵吧 秋冬天可以来看风树 然后一二月是看櫻花 哦 一二月我们这边櫻花 嗯 嗯 我有时候说不输武林农场 嗯 知道武林农场吗 不知道 台中 台中 他们赏风的一个最大 赏櫻花的最 这武丰农场是吧 不是 那叫武林农场 武林 哪个武啊 雪霸国家公园 雪霸 武功的武 哎 林 呃 林县的林 嗯 武林农场 嗯嗯 但是 所以我们这个部落 嗯 嗯 不输那边 嗯 因为整个应该有可能上万棵了 哇 有可能在部落里面 这么厉害 对对对 櫻花应该是上万棵 哇 那真的要 到时候一定要来看 对 欢迎 对 香港的朋友在台湾 他们现在很多人 他们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哪里有的玩 对 比较好玩的地方 可以 所以希望他们多一点来这边 对啊 对 其实大概春天又是散花的时候 嗯 那这边 嗯 大概三月就是紫藤 嗯 这边紫藤开花也很漂亮 哦 那五月之后就是绣球花 绣球花 哦 这里所有 那么几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话 可以看 可以 哦 然后再来最主要是这个部落 嗯 应该讲自然生态非常丰富 没错 而且没有真的受到太多污染啊 还有开发也不算很厉害 是不是 对 嗯 最重要是 嗯 我都说了 如果像那个外面朋友来 嗯 那一来到部落 一定要找在地的 做你们的想导 嗯 我常常看到他们找旅行社 带他们去 嗯 其实 那个 都没办法真正了解 走马看花 不能够真的深入了解 对 你们的文化 你们的 但是你为什么你讲解的这么清楚 你很了解这里啊 非常了解这里 对 然后第一个是从小在这边嘛 嗯 第二个是父亲 嗯 从小就会带着我们 那样子 哦 你也从小会跟父亲去打猎啊 什么 对 打过什么 打过什么东西 打过什么东西啊 应该讲 哦 几乎都有啦 台湾的话 嗯 应该讲 最大的东西 应该是 山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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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水路 哦 那个大概就有200斤 哇 那你这个鹿皮怎么用啊 到时候打回来 其实没有 其实我们 以我们的话 第一个是 传统的文化嘛 嗯 这样长辈会带着我们一起去学习 嗯 那这小时候了 现在都已经进了 不给大路了 路不给大了 我们现在是开放了 比如说 山珠都没有禁止嘛 山珠 山珠 山江 肥蜀 对 你说猴子这些都没有禁止 对对对 猴子都没禁止 太多了 哦 其实你的保育 我觉得 保育要再做更好的一个 就是要适度的 规划 规划 完全禁止 那个都是 嗯 我刚刚讲的武林农场 野蛮生长 对对 你们去武林农场 有机会可以看到 他会跟你们抢东西 啊 你看他已经多到太多了 哦 是啊 但是这边的猴子 嗯 他懂得自然 所以猴子多吗 多 但是他怕我们 怕人 对 有些地方已经是猴子不怕人了 对 哈哈哈 搞到不怕人 对 攻击人 还有是吧 有一些还会攻击人 就抢东西 有食物的话 就会是攻击人 不要给他看到有吃的 对对对 嗯 那大概就这样 那就欢迎大家了 然后来到白蓝部落 好啊 因为在这边 呃 可以带大家参观一下 你们的房间吗 我可能不方便了 哈哈哈 为什么 对 下次有机会好不好 好啊 你也忙是吧 对 因为等一下客人就要到了 哦 有客人啊 对对对 入住了是吧 对对 好 生意兴隆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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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里的 风景 哇 实在漂亮的不得了 这里就是五峰山 桃山村往山上面走的白蓝部落 白蓝部落 刚才呢 有这个白蓝部落的朋友 他们介绍了他们现在部落的情况 还有过去的一些一些历史 啊 大家看到有菜园 哇 这个高山上面种的菜 林屋长 但是有没有放农药就不知道 如果他们是自己吃的话呢 就应该不会放农药了 我们主要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哇 简直就是像小瑞士一样 哇 云雾缭绕 哇 哇 这边 又非常的 清明 好 这里是白蓝部落 那我往那边去啦 好 拜拜 这是白蓝部落里边其中一个民宿 还有露营区 虽然不算很大 但是他 这里边的空间很大 他们的房间只有9个 而且大家来这里住宿一定要订房 但是他这里的空间很大 房间不多 空间很大 很舒服 他们这家民宿的名称叫佛云称林 就是这家 病房电话在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五丰乡白蓝部落的观光景点 这家民导乡图 有白蓝西古道 可以去玩 可以去玩 还有白蓝冷泉 还有冰口 还有套台遗址 这是日治时代明治末年到大政初 就是西元1910年到1921年 日本军景跟本区的泰雅族征战 这炮台是为了纪念那个时候 巨石期日军为彻底瓦解 这个霞可族群的抗争而试制的 这炮台是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顶上面 值得去看看啊 这冰口是什么 冰口是热炬时代 从白蓝住在所今至也稀后 是吧 热炬时代从白蓝 这个 住在所今至也稀后 这是什么意思 发现有一个小型的冷泉 可医治皮肤病 后开辟山新的步道 而后又在温泉 就是那个清泉 江学良这个故居的那旁边那里 周边见识招待所 并且又开辟从武峰 折行的马路到达该地 而冰口是开垦白蓝部落 往清泉时发现的 这气冻夏天出冷气 冬天就出暖气 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非常奇妙的地洞 这里有白蓝的冷泉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路程 发现白蓝 白蓝云海 白蓝山径我们刚才都看到了 凉山云海 凉山部落 这我们还没去 好我们这条片呢 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收看 继续跟我 走主北 看白蓝部落 谢谢